我是Raymond 她是智瑩 她是我生意拍檔 和我女朋友 有一些一生不能藏二虎的感覺 我又會有很多外景的主見 她又會有很多主見 因為當我們公事咬完吵完之後 突然間要哄 那我那一刻心情覺得 又要哄心 我們其實是在舊公司職 我們本身都是做這一行 都是運動、拉筋、跳舞等類型的行業 因為原本的技能都是教學 我就索性打算開小班出來教一下 一百多二百元就租一個場地 整件事就很暢順 不如我們創業吧 就沒有這件事 就純粹我教班 教的一刻就是不如擴充 我覺得比較艱辛一點 反而是我們學師那段時間 試過早上排傳單 然後去不同地方教班 每一天不斷走場 艱辛在沒有什麼回報 那時候真的學習多一點 人工其實就真的不高 可能幾千元一個月 其實我們平均來說 最高峰可能去到六十都有 我們由開幕到一平均 一定會撕到的數字就是三十 我們自己本身的定位都是 我們都不打算用平價去跟別人鬥 因為可能 在一個大型的拼圖中 可能任常的堂上 但我們每一堂都覺得有價值 然後我們覺得那個人情味都挺重要的 我們舊公司的時候 是有個類似的花 開心仔 是啊 同時間會令到大家一起玩的時候 都會很開心 一起工作的時候都會很認真 他那個關係有點像 好像契媽一樣 好像很多契媽一樣 我覺得對方要有一個空間 和大家要有一個空間 如果一起工作的時間這麼長 我們很難 可能收工再一起 或者可能回家又一起的話 整件事就會很辛苦 但如果沒有這個關鍵 我覺得長期一起工作 加上拍拖會爆炸